转基因食品 通常称为GMO或转基因生物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转基因食品已开始向消费者供应 从那时起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美国农业部和美国环保署 一直致力于确保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动物和环境都是安全的 尽管消费者可以选择转基因或非转基因食品 但对于转基因食品是什么 以及他们在我们的食品供应中的用途 人们仍存在一些困惑 为了帮助提高消费者对GMO的了解 2017年美国国会为农业生物技术、教育和推广计划提供了资金 该计划呼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国家环境保护局以及农业部合作 分享有关GMO的科学教育信息 首先明确什么是GMO GMO是一种植物、动物或微生物 其遗传物质通过特定技术进行改变 将特定DNA从一个生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 科学家通常将此过程称为基因工程 如今GMO已成为消费者和大众媒体 用来描述通过基因工程创造的食品的常用术语 但该术语通常不止通过杂交育种而开发的植物或动物 例如今天常见的花园草莓 它们是由北美本土物种和南美本土物种杂交产生的 一个混血杂交的小狗也不能称为转基因小狗 转基因食品中可检测到的特定遗传物质 必须通过实验室技术进行修改和转移 而无法通过常规育种产生或在自然界中发现 美国目前只种植了少数几种转基因作物 但其中一些转基因作物占种植作物的很大比例 目前美国有转基因作物如木序、苹果、油菜、玉米、棉花、木瓜、土豆、大豆、西葫芦、甜菜 根据2020年的统计 转基因大豆占所有种植大豆的94% 转基因棉花占所有种植棉花的96% 92%的种植玉米是转基因玉米 这些转基因作物大多数用于牛、鸡和鱼等动物的饲料 也有部分用作穀物零食、薯片和植物油等食品中作为的原料成分 即使你在杂货店看不到很多标明转基因的水果和蔬菜 但实际上转基因作物已经成为当今食品制作中的常见组成部分 截至2017年,全球有24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 例如加拿大、巴西、菲律宾和孟加拉国 转基因作物的审批程序因国家而异 但所有法规都基于同一个目标 既转基因作物、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应该是安全的 我们为什么要有转基因作物? 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使用传统方式 改造作物和动物,以满足它们的需求和口味 杂交、选择性育种和突发变种 是实现这些改变的传统方法的例子 这些育种方法通常涉及混合来自两个不同来源的所有基因 例如甜玉米和五子西瓜 现代技术现在允许科学家使用基因工程来提取有益基因 如抗虫或耐旱基因并将其转移到植物中 今天进行基因改造的原因与数千年前相似 更高的作物产量、更少的作物损失 更长的储存寿命、更好的外观和更好的营养 转基因会影响你的健康吗? 事实上,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健康安全 一些转基因植物实际上已经经过改造 以提高其营养价值 例如转基因大豆含有更健康的油脂 可用于替代含有反式脂肪的油脂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推出转基因食品以来 研究表明它们与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 此外研究还表明 喂养农场动物的转基因植物 与非转基因动物食品一样安全 转基因植物能减少农药的使用吗? 一些转基因植物含有植物内含保护剂 使其具有抗虫性 从而减少了对许多喷雾农药的需求 和使用作为另一项安全措施 EPA与开发商和科学家合作 通过其抗虫管理计划 帮助开发能够尽可能 长时间抵抗昆虫的转基因生物 其他转基因植物被开发为耐受某些除草剂 这为农民提供了多种除草选择 有些人担心 种植这些转基因生物的农民 会使用更多的除草剂 虽然有时确实如此 但EPA仍负责监管农民 在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上 使用的所有除草剂的安全性 EPA还分享信息 帮助那些担心杂草 对除草剂产生抗药性的农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